今天第二天 鏡頭很夢 冷氣 我們去了參加阿龍灣的日程 我要先抹一抹鏡頭 三小時車程 待會再見 不知道睡了多久 現在去了一個中途站 應該聽到我的聲音很迷 我還沒塗唇膏 打算閉嘴 但還沒閉嘴 我打算在旅遊班 睡到天方地老 進去夏龍灣才去撿自己的樣子 乘了很久很久 終於來到 這裡就是碼頭 現在我們是上這艘船 很暗 就出發了 這個老人團 超開心 和爸爸媽媽最重要的是參加一天遊 因為我就不需要想行程 全一都 他們又開心 我們的船tour 嘩 我看到我爸爸媽媽 就是這樣駛一個寶妃 現在我們就駛進去夏龍灣的地區 然後呢 就在船的甲板那裡 趁人們在吃的甲板 我就跟大家看看這艘船 哇 甲板可以看到很清楚 而且今天天氣極好 然後呢 我記得他剛才說是可以上三樓 啊 在這裡 樓梯 好漂亮啊 哇 很大風啊 我的額頭啊 哇 很漂亮啊 它有個千秋啊 哇 很適合我 媽媽一會打卡 通常呢 去這些 搭船的tour呢 我都會摘計 頭會吹到這樣 但不理了 哇 它後面這裡 還有另一個的千秋 OK啊 好了 帶大家遊了這隻船 一個圈呢 我就去吃東西啦 原本呢 我沒有想過拍攝食物給大家看的 但是呢 最初的景點是有蠔 應該是蒸蠔 還有有蝦 然後呢 就會有些炒飯炒麵 炒飯好像也不錯 然後呢 有不同的海鮮 魷魚 蜆 還有呢 有冬菠肉 好神奇啊 然後就有個筋 哦 有些 Tanning 腸仔 春捲啊 有些炸的食物 都幾多種類 比我想像中 不錯啊 我們現在就上岸了 要走400級啊 我現在也不知道有沒有走到一半呢 我看到前面有個艇 應該到了吧 救命啊 我是穿著裙啊 我不知道要行山啊 好了 有我的氣喘導航 啊 前面的山 有個很大的洞啊 然後就是很多 很多的 這些叫做山 還是石呢 我的樣子快要往生 整個人都是黏的 但是很厲害啊 我的頭呢 還是今早夾的洞 它保持得很好啊 哈哈哈哈 哇 全身濕透了 已經 應該是最後一個行程 就是去看那個洞了 GoGoGo 又是樓梯了 我們現在就走下去看那個中雨洞 雖然我對這些 的興趣不算很大 但是進來 它是很涼的 我們回到市區已經很晚了 那晚餐呢 就去了吃一個 烤肉 但是放在湯那裡 然後有一些乾的米粉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麼 它叫分叉 然後呢 就是一個 的春卷 沒錯 看那個格局 我們又去了好地道 在街邊坐了 在膠椅那裡吃東西 這一間是米芝蓮推介的 都蠻有趣的 在香港沒吃過這種口味的東西 然後它的春卷是很好吃 超足料 很脆 所以大家來到河內 我都覺得是可以試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吃完它都收鋪了 是這樣的 在街邊 馬路旁邊 就這樣吃了一個晚餐 很便宜的 八十多元 加上港幣 我們下次VLOG再見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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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從香港? 香港 香港 好久不見了